歡迎大家收看戴童小姨和雙健學院頻道聯手打造的View Talk 今集是第六集 我們繼續討論上一集說到旅行前出發的問題 上一集說了一些準備的功夫 今集就繼續討論一下 準備的時候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和提示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集請三位嘉賓和大家討論他們的小伙伴 其實是說到航空公司的輪椅上飛機 其實你們找航空公司 就是我們一般人是否漂亮 班次是否漂亮 或者空姐是否漂亮 你們的考慮是輪椅是否安全 或者是輪椅是否讓你的模特兒上飛機 這些是怎樣去找這些資料 或者是航空公司網頁 還是怎樣又有沒有說呢 直接傳電郵 即使你的電郵確認所有資料 去到機場他不給你 就不給你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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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怎樣保障的 沒有的 嘩! 嘩! 即使你拿著電郵 即使他在電郵確認了 沒問題的合避規格 但他不知道用保安理由 或者各樣理由 就說不知道不行 我自己試過 即是我的工作關係 帶一群層朋友 帶團去外地交流 某行公司就虛無問題 對呀 那想著回來便輕鬆鬆 怎知回來那邊那個櫃台的人 就說不行 蛤! 你有沒有試過 吹武士回來有事 這些經驗 就先說回 其實我的做法就是 先問了香港那邊的航空公司 問了之後 安全起見 你要給一份電池的使用 基本上電動輪椅使用的說明書給他看 然後再由他們 將一份文件 轉去你的目的地那邊的航空公司 看看他們有沒有 兩邊都搞定了 對呀 兩邊肯定了 肯可以讓你上飛機的時候 才出發 這個比較安全一點的做法 那一代很多觀眾 很好奇問的就是 輪椅的朋友是怎樣上飛機的 而且上飛機之後怎樣埋位呢 遙遙啊遙遙說一下 你應該大陣仗一點我猜的 算不算大陣仗呢 那時候比較小 所以多數都是 手袍這樣套上去 但的確是 都算很麻煩 因為知道電動輪椅 他的機會很高 他的機會很低 爛了 所以我就不用電動輪椅 用手推輪椅 我想知道小靈儀 小靈儀 小靈儀你有沒有試過坐過 機艙裡面 即是航空公司提供過 那家 即是街車 小靈儀 是坐過的 你坐到下去 夾住了那些肉 對 為什麼阿蘇就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機艙的靈儀 因為他的通道的關係 所以一定不會很大步 對 而且很窄身 所以你坐了下去之後 其實兩隻手 是很擠的 你要夾住 這樣才可以坐得下 不過有問題就是 如果那位朋友 他不能夠自己過椅 就一定要有人不同 才可以去 因為 那些空姐 或者空小 是不會扶好你過椅 因為他們 怕會受傷你們 還有他們知道 你哪些地方是傷口 我早幾年看過一宗新聞 你知道外國有些男士 女士 比較肥的 我看過一宗新聞 是有個男士 好像六七八 八磅 他就去洗澡間 去到洗澡間之後 他完全動不了 他就要求那個空姐 幫他脫褲 坐下去 那個空姐可能是身 即是客人叫到 幫他 在另一面幫他 去完之後 他要去幫他 清潔 那那一宗 為何變得失敗呢 因為最後就是打官司 即是客人 就跟航空公司打官司 因為一個空姐也不行 他後來 就打起官司上來 這個很極端 但我想問一下 在飛機裡面 你們是 怎樣去廁所呢 那個廁所這麼小 飛機是否不會有殘廁 我是沒有見過的 其實飛機上面是有殘廁 有一些大型的 對 有一些大的飛機 例如好像 747那些 他們都有一些 叫做殘疾 人治洗澡間 入袋 基本上都很窄 雖然說是輪椅洗澡間 但都比較窄 沒有可以轉身 真的 真的 我穿過這衣服 都不見有 那你們是 可以不去廁所才決定 我想問一句 不去 因為我聽到有些人 是喝水 有些就說 可能要穿一些 成人的指導件 是否這些都是 你們會用的方法 其實都是 基本上是 那我自己 都是在樓西蘭那次 我才知道 原來有些 某些航空公司 我從樓西蘭航空 空少告訴我 就是 如果我要去廁所 他可以叫我 早45分鐘前 通知他 但如果派餐 或者有些月替氣流 就不可以去的 我通知了他 他就會清空了 兩格廁所 他就說 幫我計劃 可以打通給我 就用sky chair 送我進去 那當然 因為我又去小麻煩 我還不喝水 還有用田 最後都是沒有去過的 很雖然是多少個小時 差不多1個 嘩 11個小時 大小都可以 不吃東西 不喝水 你最長的機程 就是這一次 最長這一次 因為我自己都不敢去 對 如果你飛到美國 你怎樣撐 20個小時 但是打通兩格 我真的是第一次聽 對 很後悔沒有進去看 對 但我想問阿遙遙 你剛才說了一些 不給上飛機 你好像試過 你幾個人都不給你上飛機 對 嘩 嘩 那一次真的很難忘 我記得那一次要飛到歐洲 那一程飛機要16小時 我們就選了晚上的飛機 然後就在那裡飛機上睡覺 但是因為要帶呼吸機上飛機 可能是香港的那些 旁邊已經證明了 但是呢 歐洲那些國家 還未證明我的身體狀況 那所以呢 搞到呢 臨門一腳 快上飛機的時候 就被那裡的安裝 攔住了 不讓我上飛機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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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個航空公司通知 你說那邊不讓你上飛機 不是不讓我上飛機 不讓我上飛機 是 我在香港的飛機場 他不讓我上飛機 是 原因是因為歐洲 即是你的目的地那邊 不讓你進去 是啊 即是那次就很失望 那你真的就乘車回家 是啊 唯有是這樣的 是啊 但我想問一下 那你下一次其實 其實可以怎樣解決這件事 可能那次時間比較緊密一點 但是要再早幾個月 因為你知道 歐洲那邊又有時間 即是你那次心情很想去巴黎吃個早餐 不是 不是 其實那次是要去參加一個比賽 哦 是一個國際性的比賽 所以時間上真的有點難走 其實要再早些去找醫院 找醫生 還有呢 問題是兩邊有時差 那邊 如果你傳到一些檔案 又要讓那邊的醫生去審核 其實是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飛機方面是這樣 那我們也說一下有沒有其他去外地的交通工具 你們曾經試過使用過呢 比如說火車 油輪 那些有沒有試過 蛤 油輪有沒有人坐過 這裡 我上過油輪 但不是離境那隻 它是平留在香港的 但是讓你在一天 裡面在這個油輪那裡玩一天 那是輪子駛上油輪的 對 那基本上 油輪來說 電動輪子都可以上得到 哪個碼頭上去 尖沙咀的海運大廈 好 油輪上面有沒有層次呢 油輪上面是有的 都大的 裡面都OK的 裡面也有升降機給你上浪 雖然那個升降機未必很大 但是也有的 起碼有比沒有 裡面可以讓你走到很多地方 其實油輪也是一個 挺無障礙的一個選擇 其實如果你不驗這個時間 即是行程長的話 其實是真的挺無障礙的 油輪 可以讓你上的 你打開油輪 其實我又想到 我其實一兩年前 我都問過 現在有很多油輪是說 香港出發 中間可能停在日本兩遊 或者是新加坡 或者是歐洲 他們說無障礙 我每次都問過銷子 其實船上是OK的 但是呢 就變成我上不到岸 即是那兩天 人家上岸玩的時候 我就要留在船上 但是呢 是當定碼頭不行嗎 他一來要選擇 可不可以拍港口 因為港口小到貴 如果你可能拍在外面 駁船進去日本碼頭 有些直接進去 問過日本的 就是有一隻 那我覺得價錢算 人一輩子一輩子 不可以拍 這樣 但是最後呢 因為去到岸左邊 他們安排了一架 Supple Bus 給我上輪 然後要我自己訂車 或者他要再幫我問 但要我確認後 給了團制下了頂 他才再幫我問 WAT 這個是瘋狂的 因為郵輪其中一個 重點就是 就是下船 就是去港口 是 如果沒有了這一部分 只是玩郵輪 就真的有一點悶悶的 是 除非你很喜歡吃 或者很喜歡玩兩手 那火車呢 有沒有人試過乘火車 離開香港 或者在外地乘火車的經驗 我乘過高鐵 是 即是香港出發的時候 不是 那時候香港那個 我還沒興建 那我就在香港乘旅遊巴 上到深圳 深圳再乘坐高鐵 他們內地的高鐵 其實那個站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問題 剛剛起床 其實有了 精湯機 還有廁所 唯一問題就是 輪椅上到高鐵 可能要接起 因為它沒有一個正式的輪椅位 在香港才有那個 香港西九出發的版本 就有輪椅位 對 所以你 上到車的時候 你要過椅子 過了椅子之後 然後把手推輪椅 收起來 然後放一個行李架 上面的行李架 不 它好像那些 機械巴士 那樣 它下面也有 你舉上去 200磅 對 所以那些 鱗椅 都不能太重 而且你也一定要過椅子 對 對 一定要過椅子 我自己在西九出發 那次就直接到北京 一切還好 因為鎖來都新的 所以一定是 無障礙的要求做得好 但是去廁所 因為我從小到大 在火車去廁所 也是一個惡夢 因為小時候 就因為 衛生了一些皮擦 就是當時內地的環境 那些鎖 你基本上都要 認識輕功才可以進去 因為他們一開始就 嚇一聲 所以不用去 沒有人衝 兩三年前去過一次 東北那邊 我搭那次內陸 內陸那些 比較舊式的火車 說真的 如果你搭幾個衝 都可以 勉強頂得蓋 就是忍不住 但是那次是一個過夜 我從哈爾濱去 這個 內蒙古的滿洲里 所以是過了一晚夜 那小弟有一個 好不好 是好的生活就法 但是那一刻就變得不好 就是我每一早起床 我一定要開一次大 如果不是 我是過不了那天的 那一早 一睡醒之後 我就真的要去那個廁所 我發現原來是一個 蹲廁 而且周圍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扶手 哇 的蹲廁 結果呢 那次真的 我也沒有人說 我真的要 要我年紀老邁的媽媽 真的要進來 她不是要輔助 她是媽媽看著我 結果怎樣呢 我又發覺 那裡有個空口 有一些鐵絲房 在那裡 我剛剛可以 踏上一個地平板 然後單手 握著那個鐵絲房 極速地去了那個廁所 好 就出來了 但車不會在走 動的嗎 動的 動的 我希望不要鬆 不然 全身都還要破壞公物 所以 在火車上去 廁所 我覺得是很慘 因為如果你遇到蹲廁的話 我們是 完全沒有辦法 不要說我們 坦白說 我爸爸我媽媽 年紀都大 其實老人家 用蹲廁 真的 下去 都未必能上回 所以 希望 慢慢 去 改善 有沒有補充 大家 其實 我試過 找資料 那裡 我會傳到當地的旅遊局 或者是類似我們香港的 食慌機構 是的 即是一些NGO 我們香港的NGO 食慌會有 一些雙殘的組織 我就問他們 如果想去你們那個地方 你們那裡的無障礙設施 我是見聞於這個時候 那會不會有什麼 推介給我 或者我想去的地方 其實適不適合我 因為當地人 始終會比較熟悉 還有我們做開無障礙 即查證人士的服務 會了解更多 你真的提醒了我 反過來我自己工作的機構 我真的試過收到過 有外地來香港的朋友 想問我們有什麼介紹 或者有什麼影片 甚至有些人問你們有沒有 帶我們去 走一個活動去某些地方 這個也是一個 挺好的方法 所以可以好好善用 因為現在互聯網 相機方便 只要大家有心 就可以找到很多 不同的出發之前的資料 好 今集我們就說了很多 出發之前的事 下一集我就正式拿一個登機牌 相機去到外地旅行 繼續請一些嘉賓來 跟我們說一些當地的所見所聞 特別是一些 在外國看到的無障礙的 有趣的東西 或者一些特別的設置 都可以跟我們一起去分享一下 都是那句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再加上按這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記得給個讚我們 還有留言給我們說 你們去到外地旅遊 也有什麼趣事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之後再見 拜拜 拜拜